马基从政了 因为受不了无能的镇长 索性他自己去竞选 这镇长到底干了什么事呢 他在有轨电车的遗址上 修了一个公园 把原有的轨道改成休闲区 各种设施绿化分布的错落有致 就是有些道路偏窄 没有照顾到机班使用场景 好在市政安排了专门的疏通人员 用润滑剂解决了合肥难题 镇长宣布这个公园非常成功 打开音响放手歌给大家注注信 但这个电路估计是临时工干的 开音响把报飞的电车给启动了 电车走上曾经属于自己的路 让参观的街坊们无路可走 事故过后 镇长开会解释了一下 说这是应该是上帝的旨意 来考验我们呢 马基说上帝不背这个锅 在车轮下面放个蝎子也不至于此 镇长表示管理程式是很复杂的 不像你去烫头做指甲那么简单 一个性别歧视的笑话 转移了街坊们的注意 镇长让马基去帮忙分分蛋糕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马基气哄哄的 凭什么女人就该来切蛋糕 但还是习惯性的跑去做了 回到家的她越想越生气 无能的镇长还敢瞧不起女同志 我当镇长能比她强一百倍 与啥胜表赞同 孤立马基立刻去竞选 虎莫有些不确定 咱镇长从来没有女人当镇长 把她拉过虎莫 说你傻呀 妈妈当了镇长 咱们就能无法无天了 说干就干 先去理发店组个草台班子 大家一合计 感觉竞选并不复杂 不就是去拉票吗 马基的支持力一路排声 开始和镇长同台辩论 她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制政方案 但街坊们根本无感 他们听过太多大饼了 小恩小慧根本入不了意 必须得上强度 开天辟地越难实现的越好 马基看了看春天正燃烧的废轮胎厂 说那堆破轮胎从我小时候就在烧 如果你们选我当镇长 我就给那里的火给灭了 这个大饼不亚于普罗米修斯说 我要给人类借个火 马基一个大招直接拿下选举 成功当选春天正镇长 新冠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灭火 推土机和消防车准备就绪 马基一声令下就要兑现承诺 但谁能想到这堆破轮胎也有人保 一位男子拦住推土机 说我是在这卖轮胎大火纪念品的 全家老小就指望这钱生活呢 上任第一天就吃了瘪 马基的豪行壮志已经灭了一半 老师这负责俩真的以为 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动起手来更加没亲没中 我媳妇是镇长 我妈还是镇长呢 马基带着自己的炒台班子 去找那个轮胎对边的丁字户 想买了他的小坛 但这个男人死活不慢 女次的拜拜已经让名义动摇 幕僚建议他赶紧开场直播 跟大家搞搞关系 马基就在镜头前面直播闲聊 办公室团队自己都感到尴尬 这样下去怕不是要凉了 喉沫突然出现问马基要吃的 一会儿一趟 问东问西的像个智障 最初给大家整乐了 但是收视率上去了 支持率也跟着水涨船高 民众对于政客化的大饼早就麻木了 上来一个能让人哈哈笑的人 那也算是取悦百姓功德无量 幕僚团队跟马基汇报了这个发现 镇长和主播的作用差不多 你在屏幕前 随你的老公给大伙提供情绪价值就对了 喉沫成了马基仕途上的垫脚石 在各种场合负责搞笑 被大家戏称为春年镇第一傻瓜 马基自己做什么都反响平平 但只要调侃喉沫 马上就有喝彩 幕僚说这次引起了广大选民的共鸣 因为家里的老公都傻乎乎的 为了迎合名义 这次感恩节游行的气球也是拿你老公开刷 马基单想片刻说这也不搞笑啊 马基找到了仕途上的一点撬门 但却是个骗门 总感觉对不起喉沫 于是他开车去找前任镇长 连了不少钱的前镇长现在过得潇洒快活 马基问他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 前镇长说干这没有两头铁 以前当镇长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使劲一下 现在下台了就好好在家宅着 诸大一个不复当下及时行乐 马基感觉自己误了 回到工作当中还是像往日一样 干啥都要取笑一下自己的老公 围观群众就等着点乐子呢 但马基看到这边委屈巴巴的喉沫 还是鱼心不忍 看来自己不是个当官的料 马基改口夸了他两句 家坊们马上就不乐意了 我们大热天过来围观 就看你撒狗粮的吗 快骂你老公两句啊 马基不愿迎合名义 大伙就无趣的散开了 你都不能让我们哈哈哈哈 谁还乐意关注你 还正以为大家指望你干点成绩出来吗 趁年正的选民早就意识到 政客只是在花大饼 谁当政长无所谓 所以选举变得娱乐化 看谁顺眼就选谁 护选人也逐渐主播化 同台PK 比谁人气高 谁收的礼物多 看起来像主播之间要分胜负 本质却是做观众的生意 观众以为自己是看戏的 其实早就入了戏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